盖罗的郊区,盖罗的沙漠,盖罗的外面 九百年来,盖罗越来越大,越来越大 现在呢,这个也总会就算盖罗中心这边了 埃及这边呢,如果有人社交的话,我们怎么处理呢? 跟台湾那边的处理不一样 台湾那边都是活脏,活化,埃及这边呢,独脏 独脏,对 当然,我不是说这个好,那个不好,没有 这个就是宗教的规定,宗教的关系呢 那我们人走了的话,我们怎么处理呢?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,以后我会跟你们说清晰一点 那我们的第一个地方,我们先参观一个清津寺 清津寺就是伊斯兰教若利贝的地方 清津寺 埃及这边呢,我们信这个宗教的话,每天都要做礼拜五次 祷告五次,在哪里做呢?就在清津寺里面呢 因为每天都做礼拜五次的话,埃及这边呢,任何地方都有那个清津寺 这样,我们每天都做礼拜五次的话,比较方便一点呢 埃及有那么多的清津寺,今天我们要去看最好看的一个呢 叫做阿里,穆哈姆阿里,清津寺 穆哈姆阿里,清津寺 这很像伊斯坦寺 是不是? 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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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